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的7月8日 江苏省南京市陆河区大厂法庭 一起抚养权纠纷案件正在审理 原告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被告则是孩子的几个长辈和一个与孩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 原告的代理律师认为孩子的抚养权 理应判给跟孩子有血缘关系的亲生母亲 按照常理 坐在原告对面的被告 此时应该与原告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 但让人意外的是 在法庭上他们却站在了原告一方 这两位老人分别是被抚养孩子的小爷爷和小姑奶奶 作为被告 他们为什么支持起了原告孩子的亲生母亲呢 这两位老人口中的刘原芳也是被告之一 刘原芳和要被抚养的孩子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不过目前孩子是跟他生活在一起的 我们婚姻已经一会儿了 不要想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他这段可可认识 我不需要钱 我愿意养我家的儿子 他凭什么 他是偷牢过来还是干吗 一定是因为关系没有 你自己儿子不一样 你自己儿子有了小孩 有了外孙子 你不去带 你带不像样的东西 你想什么呢 你不就想钱吗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孩子的亲生母亲说 被告刘原芳跟他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是为了钱 那么这是一笔什么样的钱呢 按说孩子的亲生母亲应该是和孩子最为亲近的人 也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但是孩子怎么没有和亲生母亲生活在一起呢 而是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刘原芳生活在一起呢 在法庭上 又为什么有被告站在了原告的立场上说话呢 要解开这些疑问 还得从那个孩子不幸的经历开始说起 这个男孩名叫小冉 今年14岁 在法庭上 双方争夺的就是他的抚养权 14年来 在小冉身上经历了太多变务 要了解他的身世 还得从他的爷爷蒲广春说起 早年间 小冉的爷爷蒲广春曾经当过兵 复员后在家待业 因为家里穷 直到30多岁才和当地一个王姓女子结婚 结婚一年多小冉的爷爷就和王姓女子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普冰也就是小冉的父亲 在普冰出生之后 王姓女子死前就有的精神疾病更加严重了 就在小普冰出生后的第三个月 王姓女子再一次出走 而这一次他没有再回来 最后这次出走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找了不少地方 到了长州 到了苏白这些地区都去找过 普家人找了10年 却始终没有一点消息 最终他们放弃了 在法院宣告了王姓女子死亡 这期间小冉的爷爷蒲广春跟儿子蒲冰相依为命 在蒲冰16岁那年蒲广春再婚 他再婚的妻子就是此前提到的跟小冉的母亲争夺小冉抚养权的刘元芳 而刘元芳的人生经历也是非常曲折的 刘元芳的老家在四川省一个片远的农村 刘元芳说 那个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很多 父亲重男轻女对他一直不好 1982年17岁的刘元芳赌气离开了家 我就出来了 就被人犯子正好遇到人犯子就把我带到货费 男人我才十几岁 我什么都不懂 然后带到安徽 把800块钱买到 买了顿小孩爸爸的 在刘元芳的记忆中 被卖到安徽的那些年 他过得并不好 因为买了他的那个男人酗酒 每次喝了酒之后都会对他拳打脚踢 刘元芳说 最初那几年他选择了忍 因为他已经跟那个男人生下了一儿一女 可是在两个孩子14岁那年 他觉得自己终于熬到了头 也不想再忍了 于是他又离开了那个家 他爸爸也是对我不怎么样 我对我自己的时候也出来打工 1997年 刘元芳在南京打工期间认识了小冉的爷爷蒲广春 当时蒲广春已经独自抚养儿子蒲冰16年了 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 刘元芳渐渐对蒲广春产生了好感 刘元芳在南京 他带一个小孩也蛮会有医的 小孩16岁了 他脾气虽然不好一点 他人性蛮好的 李元芳说 当时他觉得蒲广春老实可靠 让他有一种踏实安定的感觉 半年后 两人同居在了一起 因为此前 他和安辉那个男人 并没有领过结婚证 所以也不需要办理离婚手续 自己选择这个路 我再也不合备 这样算下来 这个刘元芳应该是小冉的季奶奶了 不过呢 由于各种原因 刘元芳和蒲广春也没有办理结婚证 只是和普通的一家三口一样 刘元芳 蒲广春 还有小蒲冰生活在了一起 转眼间 蒲冰长大成人 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 接下来 这一家人的生活又不平静了 在蒲冰20岁那年 结识了一名女子 也就是小冉的母亲罗娟 2001年11月 小冉出生了 可罗娟跟婆家人的相处 却一直不愉快 主要责任就是这个家庭 他们镇定这家床 好多东西 对于当年在蒲家的过往 罗娟不愿意多说 但在2008年 也就是小冉七岁那年 她和小冉的父亲协议离婚了 按照协议 小冉归父亲普兵抚养 母亲罗娟每年支付抚养费 4800元 对于当初放弃儿子的抚养权 罗娟说她是有苦衷的 就这样 从2008年开始 小冉跟着父亲爷爷和季奶奶 刘元芳生活在一起 直到两年后的2010年 这个家庭又陷入了灾祸 那年的4月 小冉的父亲普兵开车外出办事 结果在安徽凤阳地段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在这场车祸中 普兵因为伤势严重 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交通肇事的一方 赔偿了普家人36万元 而在这之后发生的事 抢核到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5年后 2015年9月 小冉的爷爷蒲广春 也同样遭遇了车祸 并且在车祸中身亡 短短几年间 小冉的父亲和爷爷相继离去 这样的打击 对幼小的孩子来说是残酷的 我觉得现在还想念他们的事 想念他 他头脑也因为会激动 对吧 他妈一份也是一个打击 他妈妈整一个打击 他爷爷整一个打击 两场车祸之后 是一场孩子的争夺战 一个女儿把这钱全扰走了 那我家孩子最后不肯定了 你是正常人啊 你母亲要更好 缺位多年的母亲突然现身 她倒出了当年的苦衷 那日记前的事情比较 和会要因为都和会要吃 互相指责和争夺背后 他们都说自己是出于爱 14岁的孩子语出惊人 背后还有不得不说的隐形 我妈他要回来了 亲妈争夺抚养权 金说法正在播出 说起来小冉也真是个苦命的孩子 先是父母离婚 后来又是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 现在照看他的就只有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 季奶奶刘元芳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突然出现了 突然出现的这个人就是小冉的亲生母亲罗娟 罗娟说他在得知孩子的爷爷去世之后 就觉得应该把儿子要过来自己抚养 罗娟直言不讳地说出 他要夺回儿子的抚养权是因为钱 但他也说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儿子打算的 因为孩子的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两笔车祸赔偿款 外加一套房产 总共价值有一百多万元 他不想让这些钱落在了外人手里 很快罗娟把刘元芳 以及小冉爷爷的兄弟姐妹一同告上了法庭 希望法院把小冉的抚养权改判给他 而他的这一举动立刻在刘元芳和普家人之间引起了渲染大波 小冉的大姑奶奶说 当年小冉的父亲跟罗娟离婚 就是因为罗娟的诸多行为都让他们觉得不满意 而离婚后 罗娟几乎没来看过孩子 甚至连每年4800元的抚养费 也仅仅只拿了一年 就再也没有给过孩子一分钱了 你这个时候拿的钱去读去 在外面一步子读 他自己讲的 他都知道 他小的都看到 你说这种人能干吗 没有指望的 这个非常对你一分不平的 你说这个时候来作为 最需要麻烦的时候 没有人来去管孩子 孩子即将一定走向了自己 可以自己去 这个时候要来见你了 我们过去试试 小冉的大爷爷和大姑奶奶 坚决不同意把孩子的抚养权给罗娟 因为他们觉得 罗娟在这个时候出来争夺抚养权 仅仅是为了把钱占为己有 对此 罗娟说 他作为母亲是最爱孩子的人 而真正惦记钱的是刘元芳 罗娟说 刘元芳在安徽的儿子和女儿也有孩子 但刘元芳一直都没有照看 而他之所以把这小冉不放手 就是为了小冉父亲和爷爷的赔偿款和房产 罗娟口中的 浦家的两个亲戚 就是此前在法庭上 坐在被告席上 却支持原告的小冉的小爷爷和小姑奶奶 对于小冉的抚养权归属 浦家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小冉的大爷爷和大姑奶奶主张 继续由刘元芳抚养小冉 而小冉的小爷爷和小姑奶奶 却支持把小冉交给孩子的生母罗娟 为什么在家庭内部 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呢 对此刘元芳说 小冉的小爷爷和小姑奶奶 之所以站在罗娟一边 是因为他们俩跟自己之间一直有矛盾 我们讲的 我完全的 人 你要讲什么 什么亲戚 什么的 他们作为是 他们两个是亲人 有些女馆 对吧 那他们也为什么 他们也不就他们小贷 以前我进那三个家的时候 我跟那三个两个人 真实的时候 进那家 带去人家 我都不相信 那妈妈在那个家里 我爱了个人 热了个人 我过敏的时候 为什么因为你起你们来 没回你们 刘元芳说 小冉的小爷爷和小姑奶奶 不支持她 在她的预料之中 不过对于小冉的抚养权 她是要力争到底的 从她剩下来 就是我待的 她妈就五个月不到 就把她来 就跟她断掉了 就没为她 从剩下来 就是我待 我晓得她喜欢吃什么菜 晓得她怎么 今天吃什么 反正要跟她改改口味 只要她一晚上不回来 我一夜就不来睡觉 刘元芳告诉记者 虽然她跟小冉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这些年来 祖孙之间 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现在即使不给她一分钱 她也愿意抚养小冉 那个钱不给我们生活也可以 我后头我就在外面 进到马去找一个工作干嘛 对吧 我的生活我也能搞得 在法庭上 小冉的大爷爷和大姑奶奶 是支持刘元芳的 在他们看来 小冉的母亲 之所以不能抚养小冉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最起码是你现在没职业啊 他就说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现在这段事情没有 我因为打官司的事情 我就把几个工作制掉 你改抚养的费用 你从来不履行 你这个时候呢 孩子已经基本上能治理了 那你这个时候来 你吃吃吃吧 大人们为小冉的抚养权 争夺的不可开交 那么已经14岁的小冉 她是怎么想的呢 你喜欢是跟你妈妈在一块生活 还是喜欢跟你奶奶在一块生活 我奶奶 是吗 我为什么喜欢跟你奶奶在一块生活 找我 那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妈妈在一块生活 当然都不找我 从来都不找我 我妈太快了 他们教他的 对因为小孩跟他们在一起 什么都 他们讲什么 他就顺着什么 他知道了 他这样子嘴巴讲得好 小冉的态度 让身为亲的罗娟非常尴尬 不过他认定孩子的抚养权 应该判给自己 因为刘延芳不仅跟孩子 没有血缘关系 他甚至不是孩子法律上的季奶奶 因为他跟孩子的爷爷 根本没有领结婚证 事实上刘延芳在普家的身份 确实有些尴尬 虽然在1997年 刘延芳和小冉的爷爷蒲广春 就生活在了一起 可两个人一直都没有办理结婚登记 就是因为这个 就考虑这个孩子的房产问题 所以一直就没结婚 直到2008年 刘延芳和蒲广春 才补领了结婚证 不过在两年后 也就是2010年 两个人又办理了离婚 刘延芳说 2010年 他在安徽的女儿 为了能够多分点房子 就想出了 让母亲和蒲广春 假离婚的办法 说等房子分好之后 再让两人复婚 当时这个建议 也得到了蒲广春的同意 谁知安徽那边的事情 刚刚办好 绿元芳和蒲广春 还没有来得及复婚 蒲广春就出了车祸 被告打出了致命的一击 亲妈还能夺回抚养权吗 又小的孩子看到了什么 让他对母亲满失仇恨 一边是血浓于水 一边是抚养多年 孩子最终将何去何从 另外我们也为蒲广 安排了心理辅导老师 来了解蒲广她真实的想法 亲妈争夺抚养权 金说法正在播出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到的嘉宾 是中华女子学院的 李明顺教授 欢迎李教授 李教授 这起案件当中 刘元芳跟小冉的爷爷 共同生活了很多年 但是没有领结婚证 那他这个身份 应该怎么认定呢 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同居关系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有关的司法解释 他是有个时间点 就是1994年的2月1号 在这之前的 如果说他所有的条件 都符合了结婚的 这个实质性的条件 只是没有办理 这个结婚登记手续的 那么还可以作为 这种夫妻关系来对待 那么1994年2月1号之后 如果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了 那么就是为这种同居关系 而不认定他的这种夫妻关系 那么这样一个身份认定之后 会对刘元芳 然后取得孩子的抚养权 有影响吗 应该说有一定影响 但是呢 不是绝对 不是绝对的 也不是决定性的 那么监护人的顺序是什么呢 首先应该是他的父母 那么如果说他的父母死亡 或者没有能力监护的时候 再由他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 然后是这个兄姐 前面都没有的 还有一个就是 关系密切的 其他亲属 或者朋友 愿意做这个监护人的 也可以来做这个孩子的监护人 所以从监护顺序上来讲呢 是这样 对于小冉抚养权的争夺 罗娟和刘元芳谁也不让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冉的大爷爷蒲广源 向法院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而这个信息 对于小冉的亲生母亲罗娟来说 那可是致命的 蒲广源说 罗娟吸毒 这一点 很多老邻居都可以证明 对于母亲吸毒的事 小冉说 她曾经亲眼看到过 哇 这个真厉害 你把你 把你 在那里吸 那么 小冉的母亲 真的吸毒吗 为此 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 进行了走访和取证 人够2012年8月 因吸毒被吸材充许行政拘留10日 2014年6月12日 又因吸毒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 同年的6月12日 又被处以社区戒毒3年 目前人够已经成功的戒毒了 已经不再稀释图定 这个是14年的时间 后来就 今年是16年了 已经两年没有了再张的就不平 才离婚的时候 大概是那个时候 对 离婚之后 不是假设我很情愿地去 我根本都 那时候的我就是 就是加上才离婚嘛 反正心很不好 但是我也不是可以地去 对了发美地去干嘛 我也只是 无意见地这样子 就假设给 也给抓住了 都知道这东西 都知道怎么办呢 人生中有 最后出事的时候 都出零点就行了 对不对 不能因为这个东西 咱们死咱们死 我觉得 你现在借了吗 对啊 我现在知道了 但是那日记前的事情 你就要喝会 要因为他喝会 要吃 对 罗娟坚称称自己 已经借了毒品 但是在刘元芳和蒲广源看来 只要是沾染了毒品 想要借掉是相当难的 况且如果把抚养权给了罗娟 也就意味着 一百多万元的赔偿款和房产 都要由罗娟来监管 他们担心 如果罗娟把这些钱挥霍掉了 小冉今后的生活 将没有保障了 原告作为我们案件 被抚养人蒲某的母亲 因为长期未和未成年人 一起共同生活 而且他有这种吸毒史 也无固定的工作 无稳定的收入 我们认为他不适宜 来直接抚养我们蒲某 我们也征询了蒲某的意见 蒲某是表示 愿意随他寄奶奶共同生活 我们也到社区进行了走访 社区也表示 就目前情况看 不是以改变蒲某的 现在的生活状况 还是蒲某继续由他奶奶 来抚养较为事宜 另外我们也为蒲某 安排了心理辅导老师 也通过专业的手段 来了解蒲某他真实的想法 心理咨询老师 也给了我们一个反馈的意见 也是认为 就目前情况来看 蒲某跟随其奶奶 继续共同生活较为事宜 2016年7月8日 江苏省南京市 陆河区人民法院 大场法庭 对本案进行了宣判 现在什么东西 现在什么东西 出于对小冉健康成长的考虑 法官们还多做了一步 他们建议等小冉爷爷的那笔赔偿款到位后 可以对属于小冉的全部财产 采取公正托管的方式进行管理 有一个第三方 跟双方当时人都没有厉害关系的第三方 来掌管这个钱 然后他会按月的向这个小孩发放这种生活费用 应该也足够就是足够小孩来生活 而且这样子他这个钱的这些监管 来说更为有利 就不用担心任何一方 或者说不管谁来带这个孩子 可能把这个钱无故的占用了 或者说把它转为他用啊 或者侵害小孩的权利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总则明确指出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制定本法 法律确定以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中心的优先保护原则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优先保护 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这起案子 也是法官在全面考量了各方面的因素之后 做出的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最为有利的裁判 希望小冉能够走出过去的阴影 未来的道路一切顺利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明顺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条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